酒駕撞死吳姓兄妹的王专吉 今天早上10点多 在警方的陪同之下 和妻子前往殡仪馆 向吴家下跪道歉 他一路跪爬进入礼堂 口中一直说着对不起 但家属并不领情 对不起 一路跪爬进礼堂 口中喃喃着说对不起 撞死吴姓兄妹的公务员王专吉 18号上午10点多 与妻子一同到台东市立殡仪馆 向吴姓兄妹的家属致歉 但家属并不领情 我是觉得两条人民十万块交保 然后他可以来这边做 他想做什么事情 将来在法律上的这些动作 我觉得他只是在让他自己心安 只是想不尽办法 去降低他的行者而已 我对不起你们 用颤抖的声音重复哭喊着对不起 王专吉夫妻跪在两兄妹灵堂前 几乎不敢抬头 但再多声道歉 也换不回两个年轻的生命 我是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更何况他又在报纸上 在那里侃侃而谈 什么他要卖土地要卖什么 我们今天从头到尾也没有 都没有去谈到这些问题 我们只想好好的送小孩子走 那如果他这样谈我可不可以说 好啊 两个小孩子还我 我再贴他一点可不可以 白法人送黑法人 悲伤家属不愿接受道歉 家长见到王专吉来就离开灵堂 完全不愿意与他有互动 其他家属也叫警方赶快把两人带离现场 不要让吴家人越看越伤心 联合报潘俊伟台东报道